哈喽,我是雷,大家新年快乐 我现在才说新年快乐,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吃 今天这一支是我2021年的第一支视频 刚过完元旦,马上迎来的就是我们的春节了 像这段时间应该每家每户都开始置办一些年货 像我家也一样,我奶奶已经准备了非常多的酱鸭和酱肉 自从我大学毕业了之后呢 每逢佳节还有过年的时候 也会为家里购买一些年货 虽然准备的都不是非常珍贵的礼物 但是仪式感一定不能少 那今天这一支视频的主题就是关于新年礼物 不管是为家里准备的新年礼物 还是说去拜年时候带的一些伴手礼物 我觉得最不会出错的就是吃的东西 说到吃的,其实我也算是半个吃货了 所以没有做上美食博主,有一点可惜 那送什么吃的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了 比如坚果的礼盒呀,还有就是各类熟食的礼盒 还有酒类的,还有就是饮料汽水这些 说到酒,其实我也很想跟你们分享酒类 但是最近没有研究新的酒品 今天要来安利的是一款饮品 这个箱子真的很重 看到这个箱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到我要分享的是什么 也就是最近非常火的一款饮品 叫做好望水 超好看的,有没有 我刚才拿的是它的一个新年礼盒装 它一盒里面有这样三款味道 待会我都来一一测评一下 因为是刚拿到手的,我也没有尝过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所以今天就来跟你们测评一下这款爆火的饮品到底味道如何 先尝这个望桃花吧 我觉得它每一款的名字都很好听 这个叫做望桃花 然后这个叫望幸福 这个望山楂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先来尝一下这个望桃花 顾名思义这款就是一个白桃味的 我很喜欢它这个汽水的设计 就有这样一个拉环 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哇,美好的声音 现在好想去吃火锅去撸串 搭配这个饮料应该会非常的爽吧 现在尝一口这个是什么味道的 它这个味道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想象中的样子 它的味道应该是非常的香精的那种桃子味 但是没想到它的味道真的是现实中水果桃子的味道 我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 里面含有白桃的圆汁还有蜜桃汁 再加上茉莉花还有金银花 好养生的配料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的每一款果汁含量都是大于等于20%的 所以就能尝出非常纯正的水果味 虽然它是一个碳酸饮料 但是它里面的碳酸就不像可乐啊雪碧那种非常冲的 它是有一点点柔柔的 碳酸气泡在嘴巴里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温柔 不会有那种刺激感 像普通的碳酸饮料我就非常不喜欢喝芬打 因为真的太甜太甜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太能吃甜的或喝甜的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 能喝到淡淡的甜味 而且我觉得它的甜味主要来源于里面的果汁 我再喝一口感觉脑子里又忘记它的味道 因为真的是太清甜了 除了淡淡的甜味还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到后面的石根会感觉有一些花香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蛮奇妙的 这款旺桃花我给它五颗星 接着先来尝这款旺山楂 这名字怎么感觉会遇到渣男呢 开玩笑啦 看它的碳酸有没有看到这个气泡 就非常的绵密 都是些很小很细腻的气泡 我先来说一下我对这款旺山楂心理的期望是怎么样的 我心里想的它应该就是那种很纯正的山楂汁 酸酸的带有一点点的甜 我来尝一下是不是这种感觉 好喝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是真的赞 虽然它主要的味道就是山楂味 但是等这个饮料到喉咙的位置 它会散发出一些那种酸梅汁酸梅汤的味道 就是真的很好喝 这喝下去就是那种满满的养生感 这个味道真的绝了 如果你们纠结这三款味道哪一款好喝的话 这款山楂味的不需要纠结 直接买就好了 像我平时吃火锅还有吃烤串都很喜欢喝酸梅汤 在夏天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喜欢喝酸梅汤还有羊梅汁 所以刚才我一尝到这个味道我就真的好想去吃火锅啊 还好它一箱里面有六瓶 所以下一次去撸串去吃火锅的时候 我一定要带上这一款 这是我喝到最好喝的山楂味的碳酸饮料 而且我觉得这个山楂味应该是长辈都很喜欢的味道 这个味道就特别的怀旧 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收回对它名字的误解 是我错了 是我错过你的名字了 接着是最后一瓶 这个是旺幸福 这个名字我很喜欢 是一个杏子果汁气泡水 杏子味的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来给你们分享一下真美妙的声音 哇 现在来尝一下这一款是什么味道啊 嗯 这个味道感觉是 刚才第一瓶的蜜桃味 跟第二瓶山楂味的结合版 我没有吃过杏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应该就是跟黄桃或者桃子差不多味道吧 这一款它里面的配料 其实也是有加山楂的 还有就是雪梨 红枣 桂花枸杞这些 但它的味道有一点点偏桃子味 剩下的味道就是山楂味 跟第一款旺桃花一样是淡淡的青甜味 还是蛮好喝的 如果饭局里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 这个味道应该会非常解腻 比第一款的旺桃花味道还要淡一些 但是不会难喝也不会采雷 如果你的口味偏清淡的话 可以去选这一款也是挺好喝的 三款味道都已经试喝完了 这三款我觉得最好的最好喝就是这个旺山楂 真的超级的好喝 它的山楂味是最浓郁的 在我心里排第二名的是这瓶 旺桃花 第三名呢就是这个旺幸福 虽然它是第三名 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的 这款饮品呢它是不含酒精的 一点酒精都没有 它只是一个气泡果饮 所以不会喝酒或者是不喜欢喝酒的姐妹 完全不用担心里面会有酒精 虽然它是个碳酸饮料 但是我刚才也有说到 就是它的碳酸跟那些可乐雪碧不太一样 没有那么的刺激 所以我觉得这个饮品在饭局上去饮用还是蛮适合的 你的胃不会被那些碳酸给撑的非常的饱非常的脏 看它的配料都是实实在在的水果 还有一些纯草本 我觉得这一款还是蛮健康的 而且喝了不会胖 那这一期新年好礼的分享 好望水测评就到这里了 期待一下我这个酒鬼上游补 是我这个爱酒人士的酒水分享好吗 干杯